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桑哥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楼群呢 就是当年在差不多小十年的时候 许家印恒大集团在北方第二大省会城市建的这个住宅区 这个房子到现在为止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说恒大的这个建造水平和技术水平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许家印许大老板人品确实差了点 最新的一个事情就是许家印的第一个保护伞 现在已经被揪出来了 那么在许家印被抓之后 也就是在集体宿舍供出的背后保护伞第一人 非常的惊天大爆雷 这个人来头非常大 中国银行行长兼中国银行董事长 那么他们两个认识已经很多年了 那么最近这几年也是出现大爆料的一次 是因为 因为之前 他们经常有生意上的来往 而这个行长 为许家印多年长期提供贷款业务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 大家知道恒大由于债务问题 在外国申请了破产保护 那么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需要进行破产结算 而当时有一笔 恒大在国外的借款是200个亿 而这200个亿呢是无抵押担保 那么需要有担保人 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担保人一定不是普通人 而这个担保人和牵线人刚好是中国银行行长 刘连葛 那么这个人呢现在马上已经退休了 最近呢也在立案调查被抓捕当中 他非常这个有才吧也是啊 这个这么多年在金融行业打拼 得到了今天这个位置非常不容易 即将退休的年纪 结果就是遭到了重创 他的生活现在是四魂 现在已经是四魂状态 孩子有很多个 那么他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一次 为恒大担保在国外贷款了200个亿 那么由于恒大的债务爆雷 无力去偿还这个债务 最后啊 找到了担保人担保机构 就发现了这个刘连葛 最后交给咱们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现在已经剥夺了刘连葛的所有的荣誉职位 还有包括各种特殊的一些保护 现在已经开始对他进行抓捕 审讯 已经刑局了 那么说到这里 在搜捕的过程当中 在刘连葛的家里发现了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 包括当年的受惠的一些东西 许家一在集体宿舍 这是第一次也是供出来的第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那么后期还会不会有更大的 我相信一定会 而且很快就会有 那么最近很多城市 尤其像我在看到这个北方第二大省会城市 很多过去两年三年五年八年的烂尾楼 现在逐渐的很多都开始开工了 那并且呢 在上一个视频我说过 有很多明明在过去的三年五年 能够做到保护楼保护房的一些工程 在过去的时候都没有完成 而在许家一目前搬到具体宿舍之后 突然间这些各大的地产商房产商开发商 全部都动了起来 该修的修 该付的付 那么开始是一盘热闹 那么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都看到了 许家运被抓之后 这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国家开始动真格的了 那你现在是要钱还是要命 你要命 你就必须把过去的能补上的全部都补上 能亏限的也要补上 什么烂尾楼 什么空置 什么负债 通通都要拘捕上 否则 那么下一个搬到集体宿舍的有可能就是他 包括现在像碧桂园 万科 融创 绿洲 都行动起来了 能交一个小区的就交整个小区 不能交的交一栋 甚至有的是十几户二十几户 你要抓紧时间去交房 为什么 起到一个忠心决心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至少对于我 我们每天面对的这些业主 他们是非常可怜的 很多业主 他不只是交了这个首付 偿还几十年的房贷 有很多房子 他是早已经付了全款的 而这些全款呢 一部分是靠借 一部分是靠贷 一部分是靠提前支取 还有一部分是老人的退休金 各方面的 这个四房八面借 筹集来的钱 接下来的 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 咱们接着看